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着轻松一下 看看今年冬炼宜兰温泉季 12月6号就要展开一个月的活动了 今年的概念是 礁溪就是一座大浴场 所以在主会场呢 设了好多好多大型的浴缸 让大家觉得蛮惊喜的 同时这一次呢 还推广铁马低碳旅游 只要骑铁马泡温泉就有好康 伴随这群小小兵的森巴鼓声 礁溪温泉女神 偏偏进场 规舞大扇子和彩带 模拟出温泉水流动的模样 蓝阳舞蹈团带来的水神之舞 展现丽与美 热闹揭开2014冬炼宜兰温泉季的序幕 我们推铁马低碳旅游 所以呢在12月6号开幕当天 只要你骑着自行车来 就可以到我们号称七星级的森林风旅 免费泡汤 推广低碳旅行 骑铁马来看开幕就送你好康 除此之外旅游会遇上的吃喝玩乐 只要遇上主题周就打八八折 会场更祭出艺术造景 以礁溪就是大浴场的概念 主会场礁溪公园设有浴缸等大型造景 让游客充满惊喜 漂亮啊 第一次来台湾啊 太舒服了 新加坡没有这样的感觉 很好 感觉还要再来 尽管下着绵绵细雨 冷嗦嗦的天气 让每个游客包紧紧 但只要泡进热乎乎的温泉中 就能够放松全身 交西温泉季 要邀请你感受这股冬日中的暖流 三星王黄国瑞一安报道 好稍微回来要来看看 这个退休的女老师出去买